中华职棒上半球季进入最后尾声 中兴兄弟尽管战绩是联盟垫底 但依旧有高水准的表现 火烫打线在近六场比赛轰下48分 其中从6月5号才升上一军的张志强 六场比赛下来打几率高达4成09 更在6月12号的比赛 四个打数超出两只安打 带有三分打点 获得生涯首座单场MVP 获得此殊荣也让张志强额外的感动 当时就想到进来了四年多快五年 都在二军出发 所以一路上都很辛苦很认真 就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刚好胜伟受伤还有东华受伤 我才有机会上来展现这一次的机会 目前四年的球员生涯 张志强几乎都在二军出赛 仅在一军上场29场比赛 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张志强除了打击 内野的守备也有好表现 全能的身手是教练团最青睐的地方 尽管石总不能保证张志强下半球季 依旧会留在一军 毕竟伤兵会一一复原回到阵容中 张志强一路走来 从来没有被看好 职棒之路并不顺遂 但球员往往最需要的就是一次的机会 或许这会是张志强站稳一军的最好时机 回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